靖柯令为什么不解除 原因就是说 剩下选举最后13天 他必须要操作这个氛围出来 就是说你的票投给柯文哲人的是废票 你可以支持民众党 就是让他不分取多个一两席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有话实说的主讲任章有华 侯友宜在拼逆转胜 他拼逆转胜的过程当中 他始终摆脱不了柯文哲的纠缠 从最近几次的民调可以看得出来 侯友宜的民调起起伏伏伏 是跟柯文哲相关 所以民进党就针对这个现象 拼命的打侯也打柯 打柯文哲的力道 比侯友宜还要来得强 但是这一种选战策略用到了极致 他就必须要改选一策 在这一种打法之下 民进党现在集中火力就慢慢转向了 侯友宜 那国民党的反制之道呢 就我所知 他们准备要运用一个绝招 这个绝招 我曾经说过 票投柯文 票投柯文哲就是支持赖清德 把柯文哲打成民进党的侧义 因为柯文哲讲了三件事 第一个他是墨率的 是他讲的 第二个他要遵循小英的对外路线 包含对美对中还有还有对日 这个是讲的第二个 那你讲的第三个 就是说 国民党认为 柯文哲苦苦跟国民党纠缠 跟侯友宜纠缠 他的目的不是在争取选票 他的目的是等于暗中帮助 赖清德 因为就各项指标上面 你来看的话 就是蓝白假如真的合作的话 今天柯文哲跟侯友宜 不会打得那么辛苦 你打成了所谓的蓝绿对决 也就是执政跟在野之间的对决的话 在野党一定赢 然而就是因为蓝白分裂 让赖清德钻了一个空子 使两方的票员 蓝银跟白银的票员无法击中 他为什么要讲 票头柯文哲就是支持赖清德 原因非常简单 就是告诉你 我用软性的方式操作气泡 反正你们投到柯 你们要下下民进党 票投给柯文哲 他又选不上 因为他的民调的起起伏伏 始终是老三 纵然他要争到老二 他还是选不上 所以国民党现在 在中南部 他释放了一个讯息 票头柯文哲就是支持赖清德 把柯文哲打成民进党的侧义 但是他从来不讲柯文哲是民进党的设议 他还是讲我们蓝白在区域立委方面是可以合作的 但是呢 靖柯令为什么不解除 原因就是说剩下选举最后13天 他必须要操作这个氛围出来 就是说你的票投给柯文哲那是废票 你可以支持民众党 就是让他不分区多个一两席 但是你在大选千万不能支持柯文哲 一旦支持柯文哲的话 下架民进党跟终结民进党执政 就理想成空 愿望成空 国民党的这一招 他不会公开的讲 也不敢公然操作 因为他怕激怒所谓的中间选民跟那些青年选票 但是他不断的在解释 还有在酝酿一种氛围 就是说你投给柯文哲那是无效票 那决定台湾未来的发展 你把无效票放在柯文哲的身上 而导致了民进党继续执政的话 对台湾来讲是一个灾难的开始 况且执政八年魔咒 大家通通看到民进党的胡作非为 从这个角度你切入的话 国民党终于想通一件事情 硬式操作气保是不可能成功的 硬式操作气保的话 只会让两党累积相骂本 但是我用软性操作的方式 一方面我争取你民众党合作 另外一方面我就散布这个耳语 耳朵的耳语言的语 我就散布耳语 投柯文哲反战式废票 你就支持我但是你挣党票 可以投给柯文哲 各位要看 这个是2019年蔡英文用的那一招 蔡英文当年一方面你党内 有一股势力想要反他 另外一方面是韩流威胁到他 他为求胜选不得不跟耐心得合作 也不得不跟新潮流合作 结果他也是用了这一招 就是说他不在乎政党票 但是他在乎的是大卫 在这种情况之下 蔡英文也在操作 就是说如何阻挡寒流 从这件事我们就可以看得到 蔡英文当年曾经用这一招去阻挡寒流 因为蔡英文讲 只有我能够抗拒中国大陆 你韩国瑜是争取跟中国大陆的合作 但是在一个反送中的情节之下 蔡英文就操作了这种模式 你票投蔡英文政党票 你可以投时代力量 你可以投其他政党 但是你大选的选票要集中给我 现在国民党也用这种方式 但是这种方式 他不能够像蔡英文那个时候 因为他是执政党 他可以动用所有的资源服从于他 但是国民党没有资源 没有资源只能软性操作 看看两个礼拜后 这个票投柯文哲 就是支持赖清德 能不能发酵 如果可以发酵的话 或许侯友谊可以拼个逆转胜 如果不能发酵的话 那两个就兄弟登山 各自面对 要关注这个问题 第二个人 但是一个是因为 没有在那里 警察 只要如此 关注连